曾经说过一个故事,父亲在冬天砍掉一棵枯树,到了春天,他惊奇地发现树桩上,又蒙发了一圈心虑,于是父亲对孩子说,当时我真的以为这棵树已经死了,树叶掉得一片不省,光秃秃的枝样也不断地往地上落,现在才知道,他看着枯死的枝杆还蕴藏着火力。 孩子,不要忘了这个侥幸,不要在冬天里砍树,对于处于逆境中的赤物,绝不要事先得出消极的结论,耐心等待,冬天会过去,春天会到来,在冬天看见春天,是一种智慧,但这种智慧往往被我们忽略,目前我们的故事正处于冬天,挺过去就是万木复苏的春天,因为经过持续调整之后, 股市已经有远如路的现象,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增长,赋予了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动力,另一方面则是股指的持续因跌,使得市场各股平均价格,比较到了5、6元左右,股指又迎来转折点。 这意味着近期股指已到了调整的末端,而这也是最艰难的过渡时刻,经过了八十大难,在最后一关,很多投资者却忍受不了寒冬,捂了很久的股票,此时却想忍动一刀后,就不再进入股市。 不再进入股市,股市已到了一个相对的低点,下行的空间很有限,此时出去等于是白白做了肺炼。 这样说,并不是让投资者拿着手中的股票不做任何动作,笔者认为,手中基本面差,业绩有底雷的股票应急需换掉,而满入业绩潜力大,耗市掌声可能性大的好股票,手中本就有好股票,就和时坎树,近代春天就好了。 股市中根队装是最有效的盈利方法,股市唯一战胜装甲的黄金潜力,线上阴线满舱,线下阳线轻舱,短线满入股票的前提,看指标,指标可以用来判断一段趋势的结束与开始。 至于用什么指标需要结合自身,是短线或者中长线的操作模式来选择,按照股型,选股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活跃的个股操作, 也就是去寻找一些在盘中有连续拉伸动作的个股,收出带阳线或是中阳线的个股操作。 如果是一直处于横排震荡阶段的个股,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操作这一类带着个股。 三,看成交量,股价上涨,成交量放量,股价下跌,成交量缩量。 这是比较正常的料价关系,如果股价上涨,成交量缩量或者是股价下跌,成交量放量。 对于这一类个股我们不考虑操作,股价处于下跌行情末期,成交量创出新低。 一,一旦股价开始出现放让上涨的时候,就是起我现象,投资者应该及时买进股票,新一轮的声势即将开始。 四,看是否存在逆势横盘。 逆势横盘指的是大盘在出现连续下跌时,个股的跌幅却极小,甚至处于横向震荡的走势。 大多主角一日都是已经小阴小阳升盘,此时重交量回缩量状态,这种股票整体总是明显强于大盘。 后期要是大盘下跌,它也能抗住。 五,看趋势。 短线操作的投资者,必须要学会看趋势,中强线趋势必须走好。 股价要在二时、三时、六时日运线上方运行,或者围绕着中强线趋势波动。 当趋势不好的时候,投资者就应该在股价反弹,是均线附近时适当减仓,以防股价运动回落。 后期股价站上,并站稳中长均线后再考虑买进,现乱不堪。 行三不买一,三时日均线低位走平向上,只要五日,十日金差欲满,三时日均线高位走平。 只要五日,十日此差货可以先破三十日线立脉,股价冲出三十日均线后,至少要回调至三十日均线出一次。 二,不论五十五日均线,还是五十五周均线,尤其是五十五小时均线,都是极强的支撑与阻力线。 三,大盘,刻骨最重要的变盘信号,多种均线的规律性粘合,只要粘合,一旦打破,涨跌幅度都不可一挂。 最好用的是,十三,二十一,三十四,五十五,一二零,二百四十日均线多头粘合。 四,短期均线的最佳用意,盯住三日线,强调五日线,一拖十日线,扎根三十日线。 五,五十五日均线使用方法,五十五日均线是黑马虫出生,法语,成长,衰老乃至死亡的衡量尺度。 读下文,你会发现,在五十五日均线上,每次五日,与十日均线都是买入机会。 在五十五日线下,每次五日,与十日死亡都是卖出机会。 A,股价大幅下跌后,经过长期横盘或窄幅震荡,五十五日以下,过年和向上接插后,又连和。 这是到底的征兆,此后,若各条短均线形成均线,股价大量向上穿五十五日均线,这是股价上升的开始,和中仓买入。 B,上述走势的股票上涨一波后,如果回调,不破二十只均线,又上涨,是较佳的买入时机。 买入后通常会再开始一轮更强劲的上升行情,即所谓第三上升浪主升浪。 B,股价完成一个清晰的上升,下跌循环之后,在下跌的第五十五个交易日后,通常会出现反弹。 在上升的第五十五个交易日后,通常见阶段听顶不大顶,而其反弹高度通常在二十日至三十日均线附近,若到了五十五日均线,坚决出火。 令股价第一次上冲五十五日均线,几乎百分之一百回调。 B,股价上冲五十五日均线并放量起飞后,若一直延五日均线上升,因此股不动,等到股价快速上扬一阵,后拉长扬。 仿制量的当日或侧日上五十点领前必须卖出,如若破五日均线后,应全部复得出镜。 B,股价大幅上涨一段后,如果在高位出现阴阳交错配线,以及震荡行情,股价逐步走低,应逢高两节。 如错过机会,股价散破五十五日均线后,回冲十五日上升五十五日均线又下跌。 此时大跌的前兆,应坚持全部出火,即所谓逃命点,以免被套在高位。 B,股价上升五十五日均线时,必须连续放量,否则不可认为有效,特别小心突然间的偶尔爆量,可能会造成又一次的下跌。 6,可以线上下乱跳,成交量忽大忽小,均线忽贩忽合,都表明该股没有大庄,长庄,高水平的庄。 即使有机构,其操盘手也是思路紊乱,对自己的判断毫无信心。 中长期均线联合后,向上发展,是大行情的必要条件。 入MA均线系统采用了卫生盘价,如果采用最高价最低价,则收盘价穿越了最高价最低价MA均线。 可靠性更高,如何选出十倍潜力股,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寻找大牛股。 但是这个视角实在是太高了,已经高到外太空,一般人根本学不来。 你得对国际政治,国内政局,世界历史要有相当深刻的了解,才能站在这么高的高度看问题。 因此,我直接把我的一些见解贴出来的了。 不去解释为何得出这些结论。 第五种方法,就是从重组并购鼓里寻找,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类型。 我在以后的文章里,会专门开辟专辑教导大家,如何去分析并购重组股。 这里就不急了,直接上图。 消费升级股通常都是慢慢往上爬的相对于科技股而言。 因此,我将其称为慢牛型。 科技股通常都是来得快去的野块。 因此,是快牛,一个产业被逆来国家支柱产业,往往会得到银行现代政策的大力扶持。 但是,这个产业往往也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。 不是国家想想出来的基盖产业往往属于消费升级股或科技股。 在美国,由于消费升级早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娱乐,因此其国家支柱性产业往往只能选择走高科技路线。 而在中国,由于还处于消费升级的进程中,因此其每个阶段的支柱性产业往往是跟消费升级有关。 所以,一个产业被列入支柱产业,相当于国家给这产业加了增益buff,能够让股价从原来的翻十倍变成翻三十倍。 重组了股票,要么不涨,一涨就是十几个涨情吧,因此是风牛。 大国伯爷由于普通人往往难以洞察,他就像天行者一样,当他暴露在众人目光下时,已经翻了十倍,因此是一行牛。 例如大华股份,一个做摄像头的低门卡企业,股价竟然三年内翻了十倍,有多少人从一开始就看懂他,骂后套对业赢者倒是一堆,上表设计的行业太多。 虽然每个行业都能产生大牛股,投资者只需选定一个,专注研究该领域的个股就行。 但是我这么说,同学们肯定不满意,必须希望能进一步筛选货率,那好吧,我们就按照一定原则来进一步精选行业概念。 原则一,选择多重率好叠加的行业,例如某行业既涉及消费升级优势国家扶持,又跟大华国一有关,则优先选择,例如传媒有就符合三者合一。 原则二,选择该产业链上最核心的行业,在核心行业里选择最核心的部门,例如苹果产业链,从手机和触摸屏,电子元器件到APP,手游甚至连移动,连通都是它的受益者。 那么你应该如何选择,首先是选择跟产业链直接相关的,而不是那些搭电车的,这样你就可以去掉APP,手游,移动连通,其次,要选择该产业链专攻的产品,而不是多行业共用产品,这样你就可以把电子元器去掉。 然后,要选择产业链上最具有定价权的部门,即选择任何公司,但是这家公司不在中国,那只好选其他品牌手机了,于是你盯上了小米,但是小米没上市,那就退而求其次,从上市公司里选择技术门槛最高的,工艺最复杂的,这样你比来比去之后,就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只能做触摸屏, 同理,跟和穿戴相关的产业链,首选自己可以做和穿戴设备的公司,其次选技术门槛最高的,传感器技术如红外测具,人脸识别之类的,最后选择出货量最大的柔性电路,电子芯片。 原则三,看市场普及率,下面这幅图,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,它指出了一个产业的发展规律,百事不爽,这些都是我珍藏多年的图片,一般人我不告诉它,新兴产业在普及率达到10%时,股价开始加速上涨,到普及率达到50%时见顶, 之后将进入产业的淘汰战,伟大的公司将会诞生,股价将会持续上涨,直到普及率达到90%,如下图,汽车指数从1914年开始飙升普及率10%,在1920年崩盘普及率50%,进入产业的淘汰战, 全美汽车企业数量开始大规模减少,然后经历5年的确产能,伏特的少数几家汽车商脱颖而出,股价开始猛标,直到了1929年普及率90%,史上最惨烈的股市大崩盘,直接拨垮了欧美各国经济,德国被逼上着陆,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,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, 跟着主流不会有错很多投资者,但是场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,就是看不清主流趋势,或者明白主流趋势,但不能坚定跟随,反而被刺激趋势所左右,我们认为,在实战中,获取成功的关键是,坚决认清主趋势,而且去做主趋势行情,万万不可以受刺激趋势干扫,比如,熊市的反弹诱惑, 或许是你再次满仓进场,但最终一定是亏损累累,而对牛市中的正常调整,所产生的恐惧,也是一样,使很多投资者错过了大牛市的爆炸性收益, 建图2-11和图2-12,跟随主流还有另外一层含义,即跟随主流热点进行投资,尤其是大牛市行情中,都有一个行情主线索,抓住主线索,就等于抓住了市场主力机构的操作脉络,跟随主流资金操作,虽然不见得过获取超额收益, 但至少不会跑到偏大上去,实战中还有很多简单,而有实际,同时必须遵循的法则,但上述金简原则是必须遵守的,希望在你遵守这些法则的同时感受到金简的力量,法则的威力, 要知道什么类型的形态不能买,列举几个点一,均线空投排列的股票不能买,均线空投排列,参数较小的早期均线,在参数较大的长期均线的下方,并且均线向下拔散,这种形态坚决不买,如果出现反弹信号,也不建议新手参与,对于空投排列的股票之所要坚决,但断不断必受其乱, 二,出现天亮阴线的股票不能买,如果一只股票之前走势比较平稳,成交量也相对中规中矩,突然某天或某几天开始放巨量,这种天亮一般都是主力开始逃离的信号,股价表现要么开始横排,要么开始往下,虽然后面不排除有继续上涨的可能,但是那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, 三,澳小国的各股不能买,股票的上涨是靠资金推动,当一只股票涨到300%甚至更高之后,原来的主力一旦抽身跑掉,新的主力是不会那么快形成的,需要时间来收集筹码, 而当一个股票,只有短步在小打小闹是成不了季后的,因为短期内价格可难上涨,另外,如果各股行行走势像一根筷子,短期值冲上天,那说明装甲已经换手走人,再做最后的拉伸又多,此时如果再进去就会被套, 四,出现乌云盖顶形态的股票不能买,乌云盖顶,有两根配线组成,通常出现在一段上升趋势的末期,或在水平调整区间的上边前,市场价格在第一个交易日大力收扬,第二天是高开低走, 大幅下跌,跌不达第一根阳线实体一半以下,这常常是一种见顶标志,当发现股票出现乌云盖顶形态,要及时做出买出决定, 五,出现掉紧线的股票不能买,股价经过一轮涨升后,在高位出现一条涨下影,小实体的凸现,因粮不分称为掉紧,掉紧是强烈的卖出信号,掉紧形态出现时, 当月的成交量转微萎缩,说明当日,微无量空转形态,进一步印证掌势的不可持续, 当掉紧形态包括以下两个条件时,剑柄回落的可能性非常大,一是,掉紧的K线为阴线, 二是掉紧的下影线,部分比K线实体长两倍以上,六,利好对现的股票不能买,俗话有说,利好对现便利空, 利空出境是利好,炒股票,广保市炒预期,一旦预期实现,可能就是工程升退的时候, 有时主力可能还会提前撤退,很有很多不能买的股票,这里只是举一些常见的例子, 试盘的时候,我们如何识别,很简单,每天跌停榜复盘,就看看那些跌幅高的股票, 看看这线图,都看看,看看有什么共性,让你找涨的股票不会涨,找跌的股票不难化, 而当你知道什么股票不能买,之后想实现一买,就涨就容易多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